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春节在国际上的英文翻译是Chinese New Year,即中国新年,然而,大部分韩国民众称春节为英丽新年,并采取电子邮件轰炸等方式,迫使很多大型网站将春节的英文翻译改成Lunar New Year,如今,在一些国际平台网站上,Chinese New Year也出现了被停止使用的趋向,洞见历史人物。 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爱观历史,2022虎年春节前夕,联合国邮政管理局出了一套虎年纪念邮票,在虎年前加上了中国农历,韩国人看到后感到极为不满,强烈抗议在春节前加上中国,二字。 2023兔年春节前夕,韩国人又花钱在大英博物馆搞春节活动,大英博物馆在官方账号发文庆贺韩国农历新年,除此之外,韩国还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争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归属权和解释权。 2001年,韩国宗庙祭礼乐身移成功。 2005年,韩国将灵端午计身移成功。 2008年,韩国将中医、汉医、改称寒医,随后在世界各地宣传寒医,并且与中国争夺真酒学位称呼的归属权。 2014年,韩国将暖炕技术身移成功。 2020年,韩国将佛教燃灯节身移成功。 2021年,韩国将与中国节雷同的一种手工艺品称为韩国节并列为国家无形文化遗产,准备身移,面对韩国的争抢、行为。 不少专家学者都呼吁要加快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身移,并且更好的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 比如,著名作家冯继才,近二三十年来一直在努力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并提醒我们要加快春节身移进度,因为韩国已经开始重视春节身移,春节前不能加上中国两字。 事实上,早在1964年,韩国官方就设立了韩国重要无形文化遗产项目,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当年12月,宗庙纪礼月成为了第一个被列入韩国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的项目,而江陵端武纪也很快被列入目录。 1998年,在韩国遭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韩国又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 在2001年,又成立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每年获得专项拨款,宗庙纪礼月和江陵端武纪分别在2001年和2005年成功申请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江陵端武纪起源于中国的端武节,虽然在韩国也有一些本土化的发展,但和端武节的渊源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其实,韩国将端武申移,不由让很多中国人惊呼,难道屈原是韩国人? 宫廷宗庙祭祀礼月其实也是出自中国文化,它是由中国明代帝王、相授郡王、封号的朝鲜王室班次的。 被东亚文化圈公认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中国宫廷祭祀礼仪传统,然而,如今的韩国人却拼命撇清其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2013年,韩国高调推出的重点深移项目为泡菜和越冬泡菜文化,这被中国网民班砍为想把中国人的泡菜也据为己有。 2014年,韩国国土海洋部宣布,在听取专家意见后,决定将暖炕当作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 韩国媒体援引专家的话,称暖炕技术是传统住宅建设技术中唯一流传至今使用的技术。 并认为,当今流行的低热采暖技术起源于韩国的暖炕,当时,还有不少的韩国网友认为,中国也会认为暖炕技术属于自己,因此从抢先的原则出发,韩国必须加快深移速度。 2020年11月1日,中国著名漫画家奥德仙将自己的汉服画作发到了网络上,画中的男子身着明代风格的汉服,标题中写有中国传统服饰。 但是,一些韩国网友看到后,认为这是在争夺韩国传统服饰的归属权和传播权,纷纷发表了中国画家抄袭韩服的言论。 这条帖子上了当天的平台热搜,引起了全世界网民的关注,中国画家发表声明,以大量名代古画作为证据,严正声明这是中国名代风格的汉服,但韩国网友仍然声称这是韩服,指责中国设计师窃取韩服设计,申辩汉服起源于韩服,一些韩国人还发起了韩服挑战汉服的活动。 众多韩国画师与设计师纷纷加入其中,令人啼笑皆非,关于韩服,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韩国网友凭韩服起源于汉服,在这个数字信息充斥,言论自由的网络时代。 一条颇具争议的言论开始在韩国网络社区蔓延开来,韩国网友纷纷表态,韩服的起源可追溯至汉服,韩服历史长达5000年,而汉服仅有3000年。 这番言论一时引起轩然大波,究竟是怎样的历史认知在推动这一论断? 针对5000年历史这一观点,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韩服这一概念的确历史间,根据相关资料,韩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韩国三国时期,大致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七世纪之间,与之相比,汉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 大致在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三世纪之间,因此,无论如何算计,韩服的历史始终难以达到5000年。 韩国作为东亚文化的一支,其服饰风格在历史上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韩服早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深受韩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熏陶,因此,将韩服简单归类为汉服的分支,或许过于简单化了多元文化的渊源。 或许,韩服起源于汉服的言论背后反映了一种文化认同的追溯心态,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碎片化传播使得各种观点迅速扩散。 但我们需要理性审视这些言论背后的真实动机,韩国人又开始偷中国文化了,虽然我们老早就知道了韩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为人,但是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在最近,他们竟然又悄悄地将我们中国的文字给盗走了。 这次的被他们篡改的文字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喜字,一般在新人结婚的时候,大多数都会用上这个喜字,因为这算是双喜临门。 因此,这个字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意义重大。 就在这个时候,一名眼尖的网友发现在他们韩国的百科上面,喜字竟然标注着是韩国发明的。 不仅如此在之后的时间里面,这些韩国人们会跑到各大社交媒体上面大放厥词,说喜字就是起源于他们韩国。 这可着实令我们国人想不到,于是便打算去看一看韩国人究竟为啥会这么肯定喜字就是他们韩国创造的。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当时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我们接着往下看,当时有些国人好奇他们韩国人凭什么这么有底气, 所以便前往韩国的百科上面去搜索了一下,上面赫然就是喜字的起源来自于韩国这个倒没什么。 毕竟当时国人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但是接下来的解是着实让人哭笑不得。 当国人看到这个解释的之后,不由地愣住了,没有想到韩国人竟然会这么敷衍, 仅仅随便潦草地写了几句解释之后便再也没有做出其他任何有实质性证据的解释。 韩国网民也是,拿着明摆着没有什么说服力的解释,还去各大平台宣扬喜字是他们发明的, 这种行为在我看来实在是太搞笑了,这不就是偷鸡不成十把米吗? 如果说你将这个文字偷走之后,弄出来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也说得过去, 但事实却是你在将其偷走后,并没有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而是选择了敷衍了事。 不仅如此,韩国的民众们还大力追捧自己的国家,认为国家做出来的事情就是对的, 所以在当时,他们才会这样无脑的跟风,根本就不管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所以说,他们韩国人实在是太过于离谱了。 喜字的起源,喜的出现,跟北宋诗人王安石有着莫大的联系, 可以说喜字就是他一手刻画出来的。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公元1042年的时候,王安石前往开封去参加科举考试中的会试, 恰巧那个时候正是元宵节, 他在前往考试的路上,看到了一个灯火通明的大户人家在那里招女婿。 王安石本着好奇的心思去面前看了一看, 这一看才知道,这里真正举行花灯招女婿。 简单来说,就是写对联,花灯上面出着上联, 谁要是能够将下联对出来, 那么谁就可以成为这个大户人家的女婿, 既然人家敢这么做,那就证明这个对联肯定不简单。 当时人家写出的上联是走马灯,灯走马,灯吸马停步。 王安石在看到这个对联的时候, 很是惊讶,因为这个大户人家的主人实在是太有文化了, 否则不可能写出这么惊艳的对联。 王安石看到这个对联后, 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有那个实力将下联写出来, 所以他便不在这里凑热闹, 而是再次踏上了前往科举考试的道路。 当然在那个时候, 他将这个对联深深地印在了心中, 他想着日后自己一定要将剩下的一半对联给对出来。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几天后, 他竟然真的将这个对联的下半部分给搞到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 接下来的时间, 王安石便很快前往了开封。 毕竟科举考试, 才是他此次出行的最终目的。 来到了开封后, 便开始了紧张刺激的科举考试。 考试开始之后, 王安石有条不紊地答着每一道题, 这些题他都见过, 所以便答得游刃有余。 就当王安石以为此次考试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时候, 他看到了最后一道题。 最后一道大题是一幅对联, 这个对联才是本场考试的压轴大题。 这幅对联的内容是飞虎骑, 骑飞虎, 骑卷虎藏身。 看的这个对联的时候, 纵使是他王安石也有些发猛。 怎么会这么难写呢? 就在这个时候, 王安石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那件事就是几天前他遇到的那个大户人家。 当时人家招女婿写的对联, 和主考官出的对联, 这不正好互补吗? 所以在这个时候, 王安石直接将之前看到的那个走马灯, 灯走马, 灯吸马停步, 写到了这个对联的下面。 可以说, 他们两个搭配在一块, 那就是绝配。